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USV第二代的接收机 然后现在它的那个 功能和使用方法 然后呢现在它的包装 然后它的拆开是有三个零件做生 一个是天线 一个是数据线 一个是机体 然后把这个保护帽打开 把天线拧在上去 然后这根线呢是有方向的 两边是一样的头 但是呢上面图案不一样 有一端带一个箭头 有一端带一个USB座 带箭头的呢这一个方向 带箭头的一个 箭头的指向一定是指向的设备 好不要弄反了 插上去之后呢 我们把手机打开 手机呢 目前我们测试的 只有高通的CPU支持比较好 像MTK的只有高端一点的 还有华为只有高端一点的CPU 才能支持很好的支持UVC 就我们这个接受器 然后呢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我们的这个 以口袋FP位做那个测试 它也可以加它去评释一下 然后呢先打开软件之后呢 插上 它会提示默认连结 点击默认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左下角的 视频设备连结嘛 然后我们点击左下角的 然后它出现一个UVC camera 点击确定 OK 它现在呢 就已经出来雪花的状态了 现在我们把那个 点一下这个图标 就出现那个 就是一个屏 这样是分屏 然后呢我们先扫一下频率 注意 注意 这边有个功能键 在这个地方 突起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按住它 它就现在开始扫频率 它就可以把周围的所有的 5.8G的发射机 发射出来的无线电信号 以图像的形式 展现在这个手机上面 那我们点到两个信号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这些是7世界杂波 然后呢 我们看到它现在是5673的频率 这是扫频的功能 在扫完频之后 你还可以微调 按这个按键 按一下切两兆 我们总共是150个频段 也是目前所有的接收器里面 频段最高的 可以说是无级变频 然后我们可以切 我们切到这边这一个波形 可以看一下 它是没有图像的 这个是闸波 也就是发射机发射出来的闸波 通过房间反射的 它是没有图像的 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我们再查按它 让它自动搜索一下吧 它会检测到最高的 信号强度最高的那一个 然后锁定的那个地方 我们搜索的时候 要把那个发射机和那个接收机 保持在5米以上的距离 这样搜索的比较准 然后呢 呃 我们做一个 还有新加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叫那个 图穿的校准功能 图穿的校准功能 如果说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看到那个尖是没有出来的 尖是没有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拿远一点 我们想把它的后期的波形 展现的比较 呃 灵敏一点呢 我们把它拿远一点 啊 我们拿远了一点呢 这个时候如何去叫嘴呢 呃 这个时候先拔掉它 OK 现在图穿断掉了 然后按住这个按键 按这个按键 然后插上它 一定不要松开这个按键 然后插上之后呢 继续等待 然后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点击一下 OK 等一下 然后我们再重新来这边 松开太早了 插上去 按住它 现在还不要松手 点下这边 OK 好 进入校准模式 可以看到有四个字 校准模式 这个时候呢 它搜索到最高的 还有一个信号最低的 会搜索到两个 一个最大值 一个最小值 这个时候呢 它就把搜索到 信号最强的一个点 设置成为百分百信号 然后最小的一个点呢 设置成为那个 百分之零 这样的话 如果说没有满意的话 你继续长按 还是还是叫点模式 直到你断电为止 你可以看一下 刚才这个头 刚才这个位置没有一个波形 现在可以出来一个波形了 出来一个尖了 刚才是蓝腰阶段了 这声明 其实 百分之 是刚才我们设置的那个信号之上 是没有信号强度显示的 现在是百分之百 看到没有 OK 现在我们感觉到校准了差不多了 就可以把它断开了 断开了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连上 就可以进入正常模式了 正常模式 点下刷新这里 点确定 OK 现在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平时的时候呢 按一下 是唤醒这个OSD的功能 可以看一下信号强度 然后短按一下是切换 这样的话我们切几下 就可能把频率切走了 所以说你平时如果想查看信号强度的时候呢 短按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频率想收的话再长按 OK 长按它有扫描意思 扫描意思大概有十几秒钟之间 如果说呢 我们用它来检查飞场的环境的话 就可以把它全部扫一遍 看一下哪个地方没有波形 然后把发射机调到哪个大概的位置 比如说现在这个五六七三嘛 这个位置大概是五七左右 五七左右 然后你可以调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这个位置干扰比较少 可以调到这个位置来 这是当前你自己的 你把线把你自己的断掉 扫一下 哪边没有干扰去哪边 就选哪个频段 OK 大概就在功能 比如说像找飞机或干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以加一个定向天线 然后来观察这个信号强度 然后哪个位置的信号强度比较强 那个飞机就在哪个方向 大概就是这样子